中文童话 早上好陛下 今天的特色菜是酸糖果 希望您喜欢 真好吃 你知道吗 拿着这个 把他送给厨师 奖励他 做了这么美味的糖果 哦 当然陛下 厨师不在 所以他拿不到 他的那份 你看 国王并没有成为 诚实和勤劳的好榜样 因此他的臣名 都不诚实 尔吉拉多 早餐 陛下 我们有酸糖 金蛋卷 甘草和小熊软糖果汁 好吃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你有没有收到那袋金币作为回报 甜甜女士 陛下 早上您只说要给一袋金币 但您并没有真正给过 哦 我没有吗 我的脑子真是笨 给你 感谢你努力地为我工作 管家当然在撒谎 但国王心里只想着糖果 他总是分心 总是忘记他的承诺和责任 伯格伍德的臣民已经厌倦了国王的贪婪 但他们也知道 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很容易得到 他们只需要种些糖果 哦 黄家法庭开庭 陛下 他夺走了我的土地 现在又不承认 那片土地本来就不是他的陛下 我踏上那片土地时 他根本不在那里 如果那是他的土地 那么他应该一直在那里 我不需要一直待在那片土地上 他知道那是我的 也许我知道 但我现在不会放手的 等等 你在你的那片土地上种了什么 各种水果和蔬菜 什么 没有糖果吗 哈哈哈 陛下 我保证会有一半以上的土地 种植糖果 便把它送到王宫来 这样才对吗 土地是你的了 好了 今天的工作结束了 国王有一支勤勉的大臣队伍 他们越来越担心 霍格伍德正在发生的事情 陛下 这是一种对正义的破坏 哦 拜托 有一半的时间 我都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陛下 意思就是 这片土地 显然属于另一个人 是的 但是糖果 原谅我陛下 但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很快就会陷入大麻烦 霍格伍德的人越来越冷 不工作了 犯罪率上升了 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有糖果 国王就会支持他们 陛下 他们都叫你糖果国王 哈哈哈哈 糖果国王 哦 我太喜欢了 好了 你们都走吧 我的厨师呢 他答应给我做牛渣糖的 大臣们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感觉又一次被自己的国王打败了 你们知道吗 当糖果国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他的父母非常严格 小时候 他们从来不让他吃糖果 这就是为什么 国王认为他现在有权 想吃多少糖果就吃多少 即使他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有权利这么放纵 因为他的父母从来不让他这么做 作为一个成年人和霍格伍德的国王 糖果国王仍然把一切都归咎于他的父母 但很快他就要面对一个更大的问题 陛下 亲爱的 亲爱的陛下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王 糖果国王 我臣服于您的英勇和智慧 你是谁 我只是一个旅行者 想找一些工作 我独自四处流浪 又饥又渴的时候 听说了这片种植糖果的王国和一个只吃糖果的国王 原谅我陛下 我知道王国的状况没有那么好 我也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有很多人告诉我 不要再吃糖了 我不想再听了 不要吃糖 这太荒谬了 事实上 我觉得您吃的糖果还不够多我的国王 正是因为缺乏您一直想要的东西 您才没有成为全天下最好的国王 糖果国王很高兴 有人能离谢他 尽管其他大臣对此并不满意 他还是立即任命了这个人做私人大臣 新的大臣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他继续改变王国的规则 并在各种法令上签下糖果国王的名字 尽管糖果国王从来没有花时间仔细看过 第一项法令就是霍格伍德不允许种植蔬菜 只能够种植不同类型的糖果 突然躲了这么多糖果需要储存 以至于被关在地牢里的碎份 也不得不被放出来 糖果被存放在地牢里 阁楼上 甚至士兵的口袋里 霍格伍德的人们慢慢地 一点一点地变得懒惰起来 对各种行动也不感兴趣了 糖果国王 啊 这么说吧 糖果国王睡得更久了 除了糖果什么也不像 然后又一天 陛下 提名西亚王国向我们发起了战车的挑战 是吗 好吧 我想我们接受挑战 对吧 那么准备迎战 我的新大臣在哪里 陛下 他走了 我们调查发现他不是别人 正是埃伦纽斯国王 他就是向我们发起战争挑战的第一名西亚王国的国王 我们什么都没有 陛下 没有武器 也没有自卫的办法 我们该怎么办 他拿走了所有的金子 我们完了 陛下 糖果国王第一次 在他的宝座上坐直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对他的王国做了什么 他怎么能让一个陌生人说服他做这一切 他尴尬地跌下头 我向所有人道歉 你们应该拥有一个为臣民着想而不是只有自己欲望的国王 我一直都错了 你们还在容忍我 那我向你们保证 我不会让埃伦纽斯国王通过欺骗我和我的人民来夺取王位 我向我的王国发出动员 请求你们所有人一起来打这场战争 但是我们没有武器 那我们就得扣意志力取胜 霍格伍德 把所有的糖果都拿出来 不要漏掉一个小熊软糖 我们准备开战 霍格伍德 迪米西亚王国和霍格伍德王国在战场上对峙 陛下 我知道他们肯定收到了我们的战术 但他们似乎不感兴趣 他们吃光了所有的糖果我才 他们只是懒得出来迎战了 攻击 他们说攻击了吗 当地米西亚的军队用大炮和火枪进攻时 所有的糖果都被射了出来 甘草 口腔糖和棒棒糖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霍格伍德的军队没有自卫的武器 他们在前天晚上潜入了地米西亚的宫殿 在大炮和火枪里装满了糖果 你们竟然 后者还没完完轮牛四国王 我们把最好的部分留给了自己 拿出小熊软糖 牛扎糖和焦糖 霍格伍德的人们花了一整晚的时间 制作巨大的小熊软糖和气球 还有一袋袋凝乎乎的牛扎糖和焦糖 好粘稠啊 小熊软糖 小熊软糖 我卡住了 至于艾伦纽斯国王 不好意思你周围都是糖果 我们听不见你说话 艾伦纽斯国王被从小熊软糖里抓了出来 他向糖果国王道歉不应该欺骗他 这其实是我的错 因为我忽略了我的王国 但我已经吸取了教训 陛下 但您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们确信你是霍格伍德最好的国王 糖果国王原谅了他 并发誓永远不会再忽略他的王国 霍格伍德王国停止种植糖果 开始种植水果和蔬菜 人民不再需要种植糖果来寻求正义 他们对国王的事物都很满意 至于霍格伍德国王 他喜欢自己的新名字 他成为了霍格伍德王国有史以来最警惕 最慷慨的国王 以此文明于世 关于他的传说还在继续 糖果国王的花园成为了糖果的指定种植地点 毕竟一个人怎么可能一点糖果也没有呢